然後再跟各位介紹兩個關鍵字 你要找圖片一定要會用的 就是PNG跟SVG PNG跟SVG這兩個 是我們現在新的網頁標準 HTML標準裡面的點陣組跟向量圖 但是最重要是這兩個圖 都可以做 都有去背的效果 當然不代表一定都是去背 但是 它本身圖片格式是可以就可以有去背的功能 就有去背的這個資訊在裡面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要找 字 應該說應該這樣講 如果你要找圖片 好我們進到這邊你找你的關鍵字 比如說我們最常見的 Dog 你如果平常是這樣是不是全部都會出來 可是你在你關鍵字後面空一個PNG 有沒有覺得狗狗變乾淨一點 你自己看一下 髒 不是髒不髒的問題是 都會有背景比較多嘛對不對 可是你加了那個關鍵字之後你不覺得 好像都只剩主角 對不對 但是我告訴你這個是騙人的喔 縮圖裡面不會有這種 你們看得到那個嗎 對對對 你們看得到那個一個一個嘛 縮圖不會有這個 什麼意思就是如果那張照片是透明的 有太透明的 不會在縮圖上呈現出來 這個圖會在哪裡呈現出來你看我找這一張 你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這個 有沒有 大圖就是這個下面是大圖上面是不是縮圖 縮圖不會特別顯示這樣子 如果是像這一種的就是騙人的 所以你知道那個海盜嗎 騙人布 這樣了解 就這個 不是透明的喔 我這一張你把按右鍵把另存圖片 我一樣存下來 好找到他我再拿回我們剛剛那邊 Dog在這裡 你看我丟進來 你有沒有發現找的都是透明的 這樣有了解了嗎 好 那這個是我們剛用的關鍵字叫做什麼 spng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要 請他幫我們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那個 版權的過濾 你可以到工具這邊 有沒有個使用權限 Google這個你們會吧 點頭的不多 可以啊 Google可以做一些 版權的過濾 你可以從這邊過濾一下 當然過濾的條件越多 代表 找到的結果會相對比較少 好那你看一下 Dog我剛剛用這種 png是點陣圖 你如果加上svg 有沒有覺得比較卡通一點 因為svg是向量圖 因為flash不行了嘛 對不對 那svg呢你點看看 你就可以找看看點下去 好你找到之後按右鍵 另存圖 圖片 這個是jpg 所以不是 找看看這裡 按右鍵 有很多的 他是用什麼 用 這裡有svg有沒有 這個是不是svg 那你就可以下載下來 不過ActivePlanter不支援svg啦 但是有些軟體有支援 這樣了解嗎 那有一個網站如果你想要找一些向量的圖 我會蠻鼓勵各位去的 雖然我沒有放在我的教材裡面 你們在用office的時候一定都用過一個東西叫做美工圖庫吧 應該用到爛掉了吧 他能夠有的就那些 但是他裡面的東西大部分放大縮小不失真 那你可以找一個關鍵字 OpenClipup 這個 來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我們家的放大鏡還可以 OpenClipup 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你到這個網站呢 他 就跟 微軟的那個 叫做美工圖庫是 雷同的功能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 有沒有很多 office的替代品 微軟office替代品有openoffice Liberoffice有沒有 嘿 那這個 OpenClipupup就是希望說能夠 幫那些 網站也提供比較多圖庫啦 那些office的軟體喔 他上面的都是向量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找一下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講dog的部分 你找 找到之後呢 他不只可以怎麼樣 你看hotdog也有 對吧 好 點進去 點進來之後呢 你看下面這裡 他 除了 可以直接下載以外 也可以直接變成png透明圖 有沒有 甚至你還可以先把他的圖形邊一邊 再下載下來 嘿 嘿所以其實是蠻不錯的 那這個地方也是都是免費的 也都是免費的喔 所以你要 找一些圖庫的時候你可以這樣直接用 其實還蠻不錯的 OpenClipup 這樣 你可以到這網站去找找看 他慢慢圖庫也是 資料越來越多 所以你可以用的那個資源來源就多很多